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执掌全部大权之后 国内仍然是经济凋蔽 理智混乱 困难重重 面对百费代卿的局面 袁中决心 首先整顿理智 任用言人 先前武则天同委后 为了收买人心 用人不问财干 大量任用官吏 导致官僚机构膨胀 袁中首先下令 严格官员传选制度 财态永元 规定今后 没有战功和别斥 利报 兵部不得任命官员 消除了人否于事的现象 在整顿理智期间 他还起用言臣 姚崇和宋敬 姚崇在武州和瑞宗潮 已经两次入朝为相 数有旧时宰相之称 开元元年十月 袁中召见姚崇 宣布任命姚崇担任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袁中以为姚崇会大起过望 但是姚崇却沉默不语 也不拜谢隆恩 心中好生奇怪 之后姚崇才对皇帝说 神有建议十项 如果皇上不听或不实行他 神斗胆无死 不接受皇上的任命 袁中颇感兴趣 就叫他讲来听下了 姚崇逐一讲出他的十项要求 实行人证 不求过功 不要让宦官干净 减少百姓赴税 不要再建造寺庙 以礼法对待大臣等 袁中听完姚崇的十项建议 郑中承诺愿意实行 接受了姚崇的建议 任命他做宰相 姚崇任宰相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将朝政治理得 换言一身 正当园中 麗征图治的时候 河南一带 发生了一场特大黄灾 中原的广阔土地上 到处都是成群的飞黄 黄群飞过的时候 黑压压的一片 借天蔽日 黄群落到哪里 那里的庄家就荡然无存 灾情越来越严重 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大 地方官吏向朝廷告急的文书 好像说片一样传到京城 左上姚崇向园中 上了一道奏章 认为黄冲 不过是一种害虫 处理得当 是可以治理的 只要各地官民齐心 协力虚黄 黄冲完全可以撲灭 唐园中很信任姚崇 纳克批准了姚崇的奏章 姚崇下了一道命令 要百姓一到夜晚 就在田里面将火堆燃起 等飞黄见到火光飞下来 就集中撲杀 同时在田边挖个大坑 边打边烧 各地官民发动起来 用姚崇的办法灭黄 效果很显著 只是别州一个地方 就撲灭了黄虫十四万担 灾情缓解了 但是那时 长安朝廷里面有一批官员 认为姚崇的灭黄办法 过去没人做过 现在这样悶悶失失推行 只怕会闯出乱子 唐园中见到反对的人多 也有点犹疑不定 他又找姚崇来问 要送真定制约的梅德华 做事只要合乎道理 不可以讲老规矩 再讲历史上大黄灾的年头 都因为没有采取好的撲灭措施 造成严重灾害 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不多 如果今年因为黄灾而没有收获 将来百姓没有粮食 流离失所 这样才危险 唐团园中一听到 黄灾不随 国家安全会受到威胁 就担心起来说 依你说 应该怎么办才好 耀宋说 大臣们不赞成我的办法 陛下也都有顾虑 我看这件事 陛下只好交给我来处理了 万一出了乱纸 我愿意受格职处分 由于耀宋不顾个人安危 只考虑国家的安全 百姓的生活 坚决灭黄 各地的黄灾 终于平息了下来 耀宋一生折剑 衣着樸素 妻子儿女 也都过着贫寒的生活 开完四年 耀宋冰中 宋景前往探视 见他家床铺破席 门无布脸 时直刮风下雨 只好将足席挡雨 深受感动 耀宋死了之后 家中无钱发丧 之后 有一个老家人 自愿卖身 帮他扮喪事 袁中听到之后 赏赐了他一百段布白 二百石粮食 之后 袁中偶尔经过他的墓地 见墓地上空无墓碑 感动得 泪与庞沱 命人为他立碑 而且亲手书写了碑文 以加良神 唐袁中在他职位之后的 前二十几年中 除了姚崇之外 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言相 例如宋敬、张雪、韩丘、张九宁等人 他还愿意采纳宰相 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 实行了很多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